大家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叫做鱼香茄子的菜式 鱼香茄子有些什么材料呢? 猪肉碎,猪肉碎,酱油,豆粉,糖,加少许水,拿起筋 然后再加少许油,搅拌均匀 还有其他配料呢?有,鱼香茄子当然有 蒜蓉,姜蓉,葱花,葱段起锅,盐西装饰 最重要是咸鱼蓉,我之前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就做了第一个步骤 烧热直锅,然后放油 油不用太多,然后放鱼肉 上它已经放鱼了,拿平 所以有一招的时候,不要动它 不是,没错,就是这招 不要动它,先煎一煎 今天和大家做鱼香茄子的菜式 其一,我女兒回來吃飯,我女兒很喜歡做菜式 煮粵瓜也不吃,我可以煮這些 魚香茄子有什麼好趣呢? 其實魚香茄子也有很多版本 大家的認知所知,魚香茄子 上海菜有魚香茄子,村菜有魚香茄子,廣東菜有魚香茄子 每一個地方有魚香茄子都有自己的特色 上海菜有魚香茄子,龍油赤醬 上海菜有魚香茄子偏酸,偏辣,把這兩種味道帶香 一個魚香出來,廣東式的魚香茄子就最直接了 鹹魚 是否最正宗或最正宗呢? 没有的 锁一锁的绿汁 煎香 一道道地方的菜系都有自己的特色 这个鱼香茄子也是很动弹的 通常我们在香港做广东菜都会下咸鱼 有些会用面製的咸鱼煮的时候 就会炒香 我们做了一些咸鱼碎 我平时用来炒饭 用来做咸鱼锅 咸鱼炒菜也可以用来做咸鱼 煎香肉之后 我们现在可以加一些姜肉 蒜蓉 一起炒一炒 炒香 闻到香味之后 在这个时间 用点酒 炒香 炒香 炒到香味之后 鱼锅炒香 水煮一下 到這段時間,可以把底部的蒸籠剪出來 師兄,為什麼會黏鑊? 心急 鑊未熱,就放肉 不夠熱,就黏鑊 但不要緊 知道這些條的原理 黏鑊也可以補救 在這段時間,就下了 有什麼要下呢? 少許胡椒粉 半茶匙糖 蠔油 大約約1湯匙 少許顏色 少許生抽 鹽不用加 鹹魚也有鹹味 煮滾 放入鑊 讓肉出出味 先炒一下 這個菜很快 茄子炆一炆 炆至稍微軟 現在可以放其他配料 放鹹魚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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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會煮少許汁 我會煮少許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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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火 放蔥花 放入鹹魚醋 放入鹹魚醋 放在鹹魚醋 加入少许芝麻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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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广东版的鱼香茄子就完成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有小朋友可以做这些类型的菜式 拌饭又好吃,就这样吃又好吃 茄子又健康 多谢大家收看